哈囉 大家好 我是崇月娜 我們今天呢 要繼續來玩滅鬼劍啦 來 那我們上一集呢 就是刷到了這一把 枯石大刀啊 雖然我自己是覺得 他應該沒有比村正強 我 至少我目前感覺是這樣子啦 不過 我們還是可以就兩把一起帶著啦好不好 而且呢 之前其實一直都有觀眾跟我說 拔刀劍是可以二刀流的 其實我一直都知道 只是我一直不用的原因就是 我自己個人還是比較喜歡拿一把刀 因為這是日本刀啊 日本刀拿一把就是浪漫啊 拿兩把我只會想到半個人 所以說我個人還是比較希望就是只拿一把 而且因為拿兩把的時候 我們的攻擊方式會變 各位可以看到我們就是 其實兩把都會會 在這種狀況下的時候 我很難去把握那個刀的耐久度 所以說我個人還是傾向於拿一把 那枯石大刀我們就先放著好了 就 一樣啦 兩把打在身上 因為他會有不同的效果嘛 好啦 那我們今天要做什麼呢 今天我想要繼續往更遠的地方探索 之前不是也說過嗎 我其實有幾個小目標想要達成啦 第一個就是收集書櫃嘛 然後就是找到吸血鬼的森林 再來就是 再看有沒有一些其他的東西可以找的 就四處探險啦好不好 然後我現在食物又沒了 只好繼續來偷菜了有沒有 我現在只堅持啊 偷那個馬鈴薯就好 各位看那個小麥全部都沾完的 那是因為我都只偷馬鈴薯而已 那我們採集完了有60個嘛 我們就直接拿來燒 燒完了我們就出發吧 往更遠的地方探索啊 OK的 然後我們在考核的途中我會看到怪物了 試試看這個吧 這個叫什麼 急息幻影劍 他就是丟一個奇怪的東西炸出去 到底在幹嘛啊 好像真的沒有很強欸 怎麼這樣子 不然我們用另一招吧 不然我們用另一招吧 這個是幻影劍 我周圍有一堆刺在跑 來啊來啊來啊 好廢喔 這到底是來幹嘛的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 我們還是 乖乖在家有沒有 等待 等待我們的馬鈴薯靠號好了 OK 最後一顆 然後我們就可以 往更遠的地方探索對不對 這次的旅途一定會很愉快 然後什麼 然後是鐵劍的殭屍啊 你在幹什麼 不要騷擾我的好夥伴們 對不對 然後我現在發現其實我們 村莊就有書櫃了欸 插一下 插一下走 那我們就往更遠的地方探索吧 喔各位觀眾 我找到一個村莊了欸 然後又有書櫃了 好啦不走不走不走 這樣子我們書櫃應該就差不多齊了 真的是很棒欸各位觀眾 只是我目前還是沒有找到吸血鬼的 森林喔 不知道這是不是好吃 然後好多書櫃啊 超多的欸怎麼這樣子 沒有辦法我們就繼續找吧 希望我能找就是找到吸血鬼的森林啊 喔等一下各位觀眾 我看到前方的樹好像長得不太一樣 黑黑的有沒有 這什麼地方 這個圖是怎樣 詛咒之圖有吸血鬼 大白天的有吸血鬼 這個就是吸血鬼的森林了吧 然後為什麼我的那個吸收效果會一直在 我是不是應該重開一下 這版本感覺有個bug欸 就是 我只要吃金蘋果之後它效果消失了 可是 我的金蘋果吸收還會在 喔它走出來就開始扣血了 它不敢走到正常的土地上 阿你不是很拽 阿 是不是 然後我又掉了吸血鬼之血 這個地方 果然 吸血鬼森林 我們找到吸血鬼森林了 非常不錯 所以說這裡就是會生一堆吸血鬼就對了 啊 去死 然後我現在已經換成那個枯石大刀了喔 因為如果我拿那個村正的話 我砍一刀吸血鬼會直接死掉 我就沒有辦法收集它的那個血了 然後前方有個怪怪的東西欸 這什麼鬼魂 鬼魂砍得到嗎 它這隱形是怎樣啦 鬼魂我可以 我可以連砍 我是砍得到鬼魂的 可是我不知道它到底要不要死了 死掉了 鬼魂蠻垃圾的欸 這樣搞我 喔這裡有好多吸血鬼的牛 還有吸血鬼羊欸 這裡的動物都怪怪的 怎麼會這樣子 我會來找你了 進來可好 喔什麼東西什麼東西 喔它會放技能是不是 以為手你會放技能是不是 我也會放技能啊 看好了 等一下 因為它是中立生物我沒有辦法那個 用技能打它 好難過喔 我只能用這個盯裝了對不對 確實 阿丁裝果然就是猛 不是啦我要繼續看一下這裡有沒有什麼別的東西 這些動物感覺都會打我欸 好恐怖喔 我看到前面有亮亮的東西欸 這是幹嘛的 喔沒有這個是 不知道什麼東西 什麼模組的 這個是 Sakura模組的那個 東西喔 我們再挖一點走 欸這不能挖欸 這是賣胡 這是種胡椒的是不是 然後又是吸血鬼了 你去死阿 握釘莊喔 你不要搞我喔 去死 我想釘莊一定要殘血的時候用才好用 這個吸血鬼怎麼長得這麼噁心啊 我們就是在這邊有沒有收集多一點的血啊 感覺非常的舒服對不對 然後也可以收集一些這些靈魂 可以到時候可以換一些東西 就是說它這裡的水是紅色的欸 可以下去嗎 喔可以可以沒事 不要嚇自己不要嚇自己 那我看到遠處又有一個城鎮了欸 這個城鎮離吸血鬼森林這麼近 不會有問題嗎 感覺超危險的 喔喔喔 各種血血 我現在又可以升級了喔 注意喔 不過我現在有個蠻好奇的欸 就是 我們早上會看到吸血鬼在跑對不對 阿如果是晚上會出現什麼 晚上會不會出現一些很恐怖的東西啊 我是還蠻想要帶到晚上看看的 現在應該也快晚上了吧 然後一天快變成紅色的欸 這個怎樣 紅物一一邊是不是 就是說我們還沒殺過這些吸血鬼的動物看看欸 也許殺掉之後也會給我們好東西嗎 對不對 會嗎 也會給好東西嗎 不會 它會給靈魂啊 可是除此之外就不會給什麼東西了 我先看一下我們升級總共要花多少好了 我沒有帶輸出啦 可是我記得 升級第3階要5坪對不對 然後升級第4階要12個 所以說我們在這裡要刷17坪 雖然我家好像本來就有了啦 然後這裡要好多這個喔 長得很和善的吸血鬼 哇然後晚上吸血鬼變好多喔 真的好多喔 大家都跑出愛心欸 他們看到我就想要 做壞壞的事情欸等一下 換一把刀換一把刀 不能夠再留守喔 去吃去吃 欸我看到怪怪的東西 這是什麼魔女喔 不是啊 我在打吸血鬼 你跑魔女幹嘛 這是什麼 真的是魔女欸 幹嘛啦 你又不是吸血鬼的 你在那邊鬧 你跑 到底在幹嘛啊 不要再喝水了 你這個垃圾 去死 你也是弓箭手 欸我快死了欸我快被毒死了 然後還有怪從我直接走過來 好可怕喔 我毒多久20秒 我會毒到剩半條欸 不是喔我被一個魔女搞成這樣子欸 怎麼會這樣子 不要有怪喔 拜託不要有怪來搞我 而且我的裝備快爆掉了欸 其實這個費里克斯的裝備 耐久沒有很高啦 高的只有那個鎬石而已 我只是想要多收集一點血瓶而已啊 不要鬧喔 喔唷 這個是鬼魂 喔過關中打到快早上了 然後我才收集到11瓶 倒是有一些血瓶啊 什麼的啊 不過那個好像都沒有很重要 而且我整個晚上沒有看到什麼特別的東西 就是 還是都吸血鬼啦 沒有什麼就是 晚上會出現什麼特別的怪的感覺 我還是 除了吸血鬼之外都沒看到 超猛丁莊啊 砍 丁莊 而且因為我都要用丁莊尾刀 他比較容易掉血瓶 所以說 不好打 然後他會出好多隻喔 我現在發現他一次都出超多隻的 不 早上了 12瓶 我想想其實我家他有4瓶啦 我記得沒錯他有4瓶 所以說我們應該只要再拿一瓶就可以回家了 希望好不好 喔拿到了 喔還多還多送一瓶欸 那我們應該可以走了吧 14瓶了 14瓶應該蠻多了吧 然後我還要拿到這個欸 抽獎香金 我不知道什麼 我不知道是打什麼掉的啦 不過我猜應該是魔女才對 我們打開看看 他這個有金 然後一個金穴 附魔很好啦 可是我不要啊 我不用這個 好到攻擊中 我們現在又回到我們的家啦 那我們要做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來幫我們升級一下吸血鬼的東西喔 今天我們要變得更強一點好不好 更強一點 我現在總共有15瓶喔 感覺還不錯齁 然後吸血鬼的 血最多是堆疊15瓶欸 怎麼會這樣子 這什麼奇怪的設定啊 只能堆疊15個 來來來來升級升級喔 支付5瓶 OK 這樣我就第四集了 接著繼續升 接速 然後我已經不 他已經不能再訓練我了對不對 我們就可以打開我們的 吸血鬼模組看一下 我們學到了什麼東西 喔解鎖 衛裝 哇 提升你的攻擊速度 衛裝 攻擊速度是左鍵的對不對 有嗎 好像有一點吧 不知道 然後衛裝是什麼意思 他能讓你在玩怪物面前隱形 然後接著我就要學這些東西了 好這個好像是職業的分歧有沒有 左邊這邊是煉金 然後中間是制藥的 右邊這邊感覺才是戰鬥用的欸 我自己會比較想要選這個 不過在選那個之前呢 我想要先去一趟遠處喔 順便測試一下我們的那個 隱形是什麼意思 他那個是被動劑的嗎 就是我完全不動態看不到我是不是 就是我完全不動態看不到我是不是 是這種感覺嗎 說好的怪物咧 然後我又看到其他村莊了 喔欸 我沒有隱形啊騙我 他並沒有讓我隱形啊 還是我要去研究一下 要怎麼那個 使用隱形劑 我覺得這些殭屍 直接就看到我啊 這樣不太對吧 好啦不管啦 這個到時候再問各位觀眾就知道了 觀眾總是很厲害嘛對不對 很棒的 然後為什麼這裡有一條紫色的光啊 紫色的光跟我家的是不一樣的欸 各位知道嗎我家的光是藍色的欸 這裡有一個城鎮 然後它的光是紫色的 代表什麼 怎麼辦我忽然有種不祥的預感 這樣是不是怪怪的 這裡有鐵匠鋪欸 哈 好像蠻正常的啊 至少村民的聲音是正常的好不好 村民是正常的就好 感覺都還蠻正常的啊 不然這個紫色的是什麼意思 吸血鬼控制著這個村莊 吸血鬼立正在佔領這個村莊 喔我在佔領村莊是不是 我佔領村莊會不會有吸血鬼跑來打我啊 搞屁啊 吸血鬼佔領這個村莊 這裡有吸血鬼村民欸 真的欸 我還可以跟他買東西欸 好我們先不鳥他 也許他到時候就會變成一般的村民了對不對 天啊什麼東西啊 然後我的好隊友來了 吸血鬼獵人 他們在工作我一起驅魔欸 有沒有 這個是驅魔的象徵 T檔 我也要我也要 T檔一下 啊我在控制這個村莊了對不對 啊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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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這樣子 大家一起來 一起嗨一起嗨啊 什麼聲音 我剛剛是不是聽到他搖到骨頭斷掉的聲音啊 是說既然我在佔領村莊應該要有敵人才對啊 我指的不是 喔有啊有敵人了 吸血鬼 真的有敵人了 欸你不要再K檔啦 有人來啦 不要再瘋了 喔 這個就是吸血鬼戀和吸血鬼的戰鬥欸 有沒有 有沒有 戰鬥戰鬥 對對對對對 我跟你們是一夥的 我也來幫助你們好不好 去死 敢挑戰我超猛拔刀掌 去死 我們吸血鬼獵人就是這樣子 招不過山 講求的是一個氣勢啊 一個團結 哇 欸欸你又不是 你又不是吸血鬼你打屁喔 幹嘛啦 喔他們在幹嘛 他們一直在 這樣子欸 他被打死了是不是 什麼東西啊 勝於守衛者 喔我要把所有的吸血鬼清光是不是 我怎麼知道哪裡還有吸血鬼 可是他好像 我們不殺光的話 他就不會解脫欸 還是我連這個都要殺啊 吸血鬼村民 好像也不是欸 喔 看到這是什麼東西 不知道 我現在是連 村民一起殺是不是 欸村民也要殺掉欸 真的欸 我剛殺村民他也會扣 然後 降殺兩個了 哇好煩喔 這讓我想到 這個很像那個 原版的那個 村莊突襲 你知道嗎 清洗祭壇 我又要在那邊慢慢找了 還是我可以用超猛必殺技 超猛必殺技來找 這樣子嗎 好像沒有屁喔 我白白噴了一半的耐久 喔這裡有一隻 你看在這裡 然後他把自己關起來 我們進不去 沒有辦法了 我是FBI的 衝大火給我衝進去 逮捕那個蘿莉控 衝 對對對 就是這樣子 哇他有十字弓好帥喔 好啊現在還有誰 欸 等一下他是被淨化嗎 我們隊友 對付那些村民是把他進化 然後我是把他殺掉 這兩者是不是有決定性的不同啊 還有哪裡啦 你這裡是怎樣 你下不去喔 欸真的有一隻欸 我真的就是把他幹掉你知道嗎 還有哪裡還有哪裡 我們敲 敲壞讓他們進去好了 這樣比較實際 進去 看他們怎麼虛摸的 他們就圍毆他 然後把他圍毆死了 他是死掉還是 正常啊 欸他變正常欸 哇 結果我會殺人的只有我自己是不是 好我們成功佔領這個村莊了 這個村莊已經納入我們的保護之下了 好不好 然後我們這樣打一打一早上欸 怎麼會這樣子 好那我們今天這集就是阿洛欣老者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 阿洛欣老者 我們下次再見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